大家好,这是GMT中文社区推出的入门系列之二 在上一个系列呢,我们针对零基础的学员进行了GMT的入门的一个引导 是以GMT5作为事例的 今年6月份呢,GMT6也推出了 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给大家讲一讲GMT6相对于5来说有哪些新的特性 当然是有需要大家预先了解一下GMT5的 GMT虽然从发展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 但是我们可能熟悉它是从GMT4开始 GMT4呢,最终版本是4.5.18 到现在呢,它现在已经不再进行任何的维护或者更新 就算是有bug也不会修复了 然后GMT5呢,相对于GMT4来说在语法上有了很多的改进 比如说增加了一些子选项 增加了透明度,增加了一些新的模块 目前GMT5进入了维护期 也就是只修复已知的bug 但是不再增加新的功能 GMT6呢,是今年6月18号第一个公测版发布 目前最新的公测版是RC4 就是Release Candidate 4 它也不算是正式发布 还只是一个公测版 GMT6相对于GMT5和GMT4来说 又有了很大的改进 它主要就是重新定义了语法格式 最主要的特征是增加了一个现代模式 Modermode 在这个模式里面 所有的语法结构变得更加清晰化 大家也会避免走入GMT4和5的时候 一些初学者的坑 就像我们上一系列课中讲到的这里 在4和5学习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对于一些-k-o的设置啊 还有输出文件是新输出还是追加 在这些方面就很容易做错 那么GMT5呢,GMT6呢 就首先针对这个-k-o问题 它是不再需要再写这些选项了 它会自动检查文件状态 新建文件或追加文件它会自动的设置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写那个设置图符是横幅还是竖幅了 像这些都会自动的在后台进行 在用户这边 用户这边会更加简洁 它不会接触这些东西 再一个呢 在4和5里面 我们在每一个每一句语法的时候 每一个模块都需要设置它的地理范围-R 还有投影参数-J 但是其实上很多我们每个图层它的范围和投影都是一致的 所以在GMT6里面 它不再需要每一行都要写 只有在更改的时候才会写 实际上它是把这些需要继承下来的统一化的参数 它都会建立在当前脚本的一个临时目录下 然后并且这个目录是隐藏的 不对用户可见的 很多这些琐碎的容易出速的功能 其实是对用户隐藏起来了 在后台自动的进行 这样就减小了用户出错的可能 再一点呢 是PS Convert 就是以前我们绘制的图都是以PS格式产出 然后我们再用PS Convert命令来对它进行格式转化 对它进行裁剪 在GMT6里面 它是自动的转化 自动的裁剪 用户也不需要再写这一句了 还有一个容易 也不是容易出错 就是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在以前呢 我们如果在一张图上 画多个子图用于对比的话 是要涉及到坐标原点的移动 就是-X-Y 要不停地向右计算移动多少距离 然后画下一个图的时候 再往回移动多少距离 这个移动就是很琐碎 要多次尝试 那么在GMT6里面 它新增了Subplot模块 新增了很多针对图像的一个figure模块等等 这些新增的模块呢 它就很方便地对于同时画多个图 或者在同一张纸上画多个子图 对这些 这个过程就处理得更加完善 我们可以先直观地看一下 这个改版之前和改版之后的一个区别 当然改版之前就是GMT4和5的话 对在GMT6里面也是兼容的 但是它会称之为Classic mode 传统模式 然后GMT6独有的这个现代模式 这个现代模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重点 直观地来看 现代模式比传统模式上肯定就是少了很多 这些重复的参数 -K-O 还有少了这个输出到文件这个过程 它只是保留了一些核心参数 每一个保留下来的参数都是非常关键的参数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看传统模式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把它转化为一个PDF格式 然后在现代模式中你找不到这个转换的按钮 再一点就是传统模式里面画完了之后 它要open然后打开文件 然后在现代模式里面直接in之后就show 然后就调用系统自带的一个图像查看器来查看文件 这个是一个对传统模式和现代模式的直观认识 那么我们现代模式主要有哪些命令来进行这个图像的管理呢 首先肯定就是begin和end 每一个图每一个GMT6画的图都是以GMT begin开始 以GMT end结束 然后中间呢你可以用figure来设置图片属性 可以用subplot来管理子图 可以用inset来管理图中图 然后clear来清除缓存数据或配置 这个都是一些新增的模块 新增模块除了这个呢 还有docs模块可以打开帮助 movie模块和event模块来制作动画以及动态事件 此外还有一些新增的专业模块 像大家测量领域的GPS计算和固定潮计算呀 还有其他的补充模块 这些模块他们具体的命令比以前的版本也增加了很多 这个是模块的新增 再一个就是在现代模式里面很多模块也进行了改名 以前呢很多的模块的名字都是以PS开头的 PS Coast Pxtext PS Basemap 然后在现代模式里面就省略掉了这些重复的PS 直接就是它是做什么的就写什么 Legend Basemap Text 然后像PSSkill就是画色标图例的改成了ColorBuff 然后PSXY和XYZ画二维的点线面和三维点线面的就是改成了Plot和Plot3D 这个是什么模块的改名 当然你如果还是在用传统的名字的话 GMT6也是认识的 但是它会来一个Warning一个提示 就说这个名字现在已经不用了 但是它还是可以正确的执行的 后面呢我们就是用一个个的案例来带大家认识这些新的模块 像第一个案例呢就是看一下我们GMT Begin和GMT End 在GMT Begin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这个图像的我们产出的这幅图的名字 然后名字之后呢 下一个参数是这个图像我想输出的格式 我可以输出成一个格式 也可以加个逗号然后输出成多个格式 PNG PDF 逗号 GPG 在后面呢你还可以追加原来PS Convert命令 它的一些其他的选项 比如说裁剪参数 我不想让它严丝合缝的裁剪 我想让它外扩一点留一个边 就可以在这个格式后面再加选项 当然这个选项就是不要前面那个杠了 就是直接是A怎么样 然后直接是E怎么样 E就是设置那个输出分辨率的 其他的中间的部分 就是我刚刚说的省略了很多无关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Windows下面我推荐大家用VSCode来进行编辑 因为它可以实现实时预览 我们打开 这个最近有了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样例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果吧 这个结果我之前已经产出了 也可以再执行一下 这个样例呢就是画出一个全球的寒线 然后并且在中间写一个Hello World 我们首先是GMTBGAME它的图像的名字就是EXE 然后它的格式是PNG 第一句呢就是画一个COST 然后第二句是Echo 然后GMTText 你看第二句就显得特别简洁 我只要输入精度维度和输出的这个文字 然后后面就直接写了GMTText 其他的参数都是默认参数 就可以不用写 这样RG参数也不用重复 因为跟上面的表表表是一致 假如说我要画一个中国区域的地图的话 那我就在R里面就把中国的行政区号加上 就前提是大家要装那个DCW 这个全球的数据集 然后它这个DCW数据 对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行政编号 然后输入这个行政编号 它就会自动的检测我们这个数据集里面 这个行政区的一个精密度范围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画出了中国区的地图 当然这个投影改成莫卡托投影 然后把中国的边界线画上 然后再执行一下 就看出来这个是中国的地图 当然在画这个中国边界线的时候 不要用DCW它自带的那个数据 它边界线国界是有问题的 最好是用我们原国家策略局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给大家共享的那个标准的 标准的这个国际数据 但是这个图呢 因为它是完全严格的按照这个地区的边界 来进行区域的设置的 所以感觉就是很太太太太紧了 我们要把它向外扩一点 那么怎么办呢 就在R这里再加一个子选项 如果向外扩5度的话 就加一个大型的R5 这样看起来就会好一些 然后当然它也有小写的R 小写的R就是让它的这个精密度范围保持 比如说R2就是精密度范围是R的倍数 然后如果我们四个方向想外扩的不一样 比如说南海九段线这里 我想让它多扩一点 那么可能就要对各个方向分别进行设置 就是还是X方向的最小值 X方向的最大值 然后Y方向的最小值要 现在是5 改成15吧 然后北边还是5 这样的话就显示完整了 就看起来也很舒服 这是第一个案例 就是大家了解一下 在GMT begin和GMT end中间 就进行我们原来的那些操作 然后其他的具体的操作的时候 就是不需要再重复的写RJ 不需要写KO 也不需要输出文件 因为在begin的时候都已经输出了 这是第一个样例 第二个样例呢 也是begin和end的使用法 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是CPT文件 就是CPT文件的使用 再一个知识点是数据目录 我们还是从案例中来 第二个图是这个图 我们先执行一下 看看结果 当然这个是提前执行好的 这里呢就画了台湾地区的一个地形图 这个地形图呢 是由三具组成 第一个就是GRD image画地形 第二句GMT coast画海洋线 然后第三句color bar画底下的这个色标图例 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第一句GRD image的时候 它给了一个GMT自带的颜色表 只有这个CPT 然后在后面的color bar的时候 它没有再重复的再写 我用的哪个 因为它已经默认了 当前的这个颜色表就是这个 只有 所以它后面就不再重复了 假如我们用make CPT 然后对它做一个处理的话 -5000到大概2000吧 然后在这里 以前make CPT的时候 它要把新生成的颜色表 要输出到文件 然后后面才可以再调用这个文件来使用 在GMT6里面呢 在make CPT或GRD to CPT之后 生成的颜色表 它就自动会默认为当前的 它就会认为是当前默认的颜色表 在后面 你只要写刚C 后面不加任何参数 它就会调用这个默认的颜色表 不认识 换一个 DME总认识了吧 Cannot font color table GDME 前面没有写GMT 好这就是换了一个颜色表 换了一个颜色表的话 后面的话就不需要再接任何参数 后面所有人用到刚C的时候 都不需要接后影片的参数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第二个知识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 GRD image后面 仅跟着我们的数据 前面加了一个at 加这个at的意思就是 我首先在当前的目录中 寻找这个数据 然后如果当前目录没有 那么我去我们用户定义的 这个GMT系统目录下 然后GMT数据目录下去找 如果再没有的话 会从远程服务器上来下载这个数据 那我前面讲到了四个路径 我们在PPT里也讲 也有 就是说首先是在 bat脚本的当前目录 来寻找这个数据 当前目录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它这个DM数据这么大 我也不会没写一个脚本 就把它挪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第二个呢 它是到GMT用户目录下 在Windows里面 这个用户目录呢 是安装之后 它就会自动放过来 C盘用户 然后你自己的计算机名 然后点GMT 它是在这个路径下找 这个路径下 包括子文件加 在这个里面 如果还没有找到的话 它就会到 它就会到数据目录里 这个数据目录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就是大家可以在 在我的电脑 属性 高级设置 环境变量里面找 就是GMT Data Directory 在这个环境变量里面 来编辑添加自己常用的 一个数据的路径 把一些自己电脑上的 一个固定的数据路径 放起来之后 然后比如说 我的一盘 DM 这个是我已经放到 环境变量里面的 一个路径 那么凡是在这个路径 下面的这些数据 我都可以直接用 你看这个就是 Earth Relief 30秒 就是我的脚本中 有的这个需要用的 这个数据 就是这个数据 所以我在脚本中 使用的时候 就不会再用 绝对路径了 就不需要再写 很长的一个路径 只需要把它的名字 给出来就行 那假如我这个 数据没有的话 改个名字 让它找不着的话 那么我们再执行 这个脚本 就可以看到 它已经从GMT FTP服务器上 开始下载这个数据了 这个数据很大 一般不建议大家 直接从FTP服务器上 下载 大家可以从 科大的镜像上 下载的速度 还快一些 中断一下 别下载了 那么它 自动的话 下载到哪里呢 下载到GMT的 用户目录下 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GMT这里 会下载到Server 它已经下载了 5兆了 速度还是挺快的 我们不让它用 我们还是用 自己 存好的这个数据 把它名字改回来 所以这里呢 再执行一下 它就不需要下载了 因为它已经在我 刚刚的数据路径下 找到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第二个例子 就介绍了两个支持点 一个是远程数据 一个是这个 CPT文件 就不需要输出了 直接使用就行了 后面 还有一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就是 如果我只需要一句话 就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么我就不再需要 GMT Begin GMT End 这样反倒三句话 才能实现 这样反倒会复杂一些 那一句话它怎么办呢 就是在这个命令的最后 加一个杠 然后后面是格式 我要输出成 PDF格式和平 这个是加了个多号 然后最后的 一个紧跟着的参数 就是文件的名字 这个就不需要演示了 太简单了